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,专注于各位中老年朋友的情感疏导,养生健康,心灵陪伴。 正常情况下,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一直健康长寿下去,毕竟每个人的生命就只有一次,一旦失去了,就永远不可能回来了。 正因如此,长久以来追逐长寿,就成为了我们很多老人所向往的一个终极目标。 我们老人想让自己生命健康长寿的想法,我们可以理解。 而家有长寿老人,在外人看来,这就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 但有些老人长寿在很多时候,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,同时对老人的子女来说也是一种乌烟之痛。 就像我们下面这一位为人子女所讲述的那样,伺候老人十五年,我得出一个结论。 老人长寿,对家庭的害处要大于益处。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? 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六十五岁,邵阿姨的字数。 我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,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,父母一共生育了我们三个子女。 我们三个从小都是在农村长大的,而我则是家中最小的那个。 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他们一辈子没有别的什么本事。 就靠种地,养猪,放羊,挖药等方式,辛辛苦苦地把我们三个子女拉扯长大成人。 说实话,父母把我们三个子女拉扯大,就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和辛苦。 后来我们三个都已经长大成人,就逐渐地走出了大山。 再后来,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。 我们也都把自己的家庭安在了城市。 父母一辈子住在农村习惯了,他们就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城市。 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一晃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。 父母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增大,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们再去干什么坟重的农活了。 他们每天就在家简单种点菜,在养点鸡鸭养等家畜,然后过着幸福安逸的田园生活。 只是好景不长。 那年我刚五十岁,退休才半年的时间,我的父亲就得了癌症。 到医院一检查,是晚期。 保守治疗一年后,我的父亲就去世了。 父亲去世后,不仅我们兄妹三人非常的伤心和难过,就连我的母亲也是悲痛欲绝。 因为她一辈子都没有跟父亲红过脸,他们的感情基础就是非常的好。 一个月后,母亲或许是因为伤心过度的原因,她就是彻底地病倒了。 当时我的大哥和二姐,他们还有其他要紧的事情要做。 因此留下来照顾母亲的重任,就是落在了我的肩上。 当时我母亲已经七十五岁了。 最开始的时候,母亲的一切都表现得还算正常。 她每天会拉着我的手,跟我说这说那。 可是三个月过去之后,母亲就像彻底地变了一个人一样。 晚上睡觉到半夜,我也不知道她是做噩梦了,还是精神方面受到了什么刺激。 她就会发出各种古怪的叫声,把我就是吓出一身的冷汗。 再后来,一到睡觉的时间,我的心里面就有了阴影。 有时候她和我正吃着饭,她突然就把饭菜推倒在地上,然后死死地盯着我。 我赶紧不停地安抚她。 等她情绪稍微稳定下来之后,我再重新做好饭菜,然后再端给她吃。 由于我们这里是农村,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。 唯一的消遣方式,好像除了看电视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。 但是母亲自从父亲去世以后,她对电视更多时候就是非常的排斥。 但是我又怕母亲长久在家里憋出什么病来,我只好搀扶着她在村子附近到处走走。 可这并不是什么轻松的活,我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。 有好几次,我正搀扶着她在村子里溜弯,她突然睁开我的手,猛然就是冲到了路边。 要不是我反应快,她差一点就是掉下去。 大家都知道,农村道路两旁勾勾坎坎就是特别的多。 她一旦掉下去,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 我们想每月都会有两次大的机会。 每次母亲看见村里人去赶集,她也要去。 可每次带母亲去集市,她都从来不让人消停。 你只要稍微不注意,她就跑得没影了。 我每次找到她,她不是鞋跑丢了,就是衣服上烂了个洞。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搞的。 有时候我找到她的时候,她不高兴了,她就对我又抓又打。 我当时气得都想嚎啕大哭。 由于母亲精神不受控制,因此我一天就是给她换十套衣服, 她的身上依然还是脏兮兮的。 看见路上有别人扔下的东西,她直接捡起来就是往嘴里塞。 我真的是拦都拦不住。 虽然这么些年,我如此辛辛苦苦伺候照顾母亲, 但我更多时候,不仅得不到外人的赞许、鼓励和理解, 反倒还会得到他们的各种误会和埋怨。 或许在他们看来,我根本就是一个不孝子孙。 今年上半年,母亲去世了,期间我所受到的各种委屈和心酸, 就绝非是常人所能理解和体会的。 现在的我,不仅精神恍惚,而且身体状况也是非常的差。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,这都是因为我长期照顾承受母亲所得到的结果。 虽然古人有云,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。 而且我也懂得,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, 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所在。 但是首要的前提条件就是, 长寿父母就是一定要身体健康, 而且还应该有基本的自理能力才行。 不然的话,我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伺候老人15年,我得出一个结论。 老人承受,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, 对家庭的伤害要大于益处。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邵阿姨这番讲述的。 有些网友认为, 邵阿姨的讲述就是非常的真实, 基本上没有什么夸大的成分在里面。 因为人一旦到了一定的岁数, 随着他的身体机能的逐渐下降, 那么他的身体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在这个时候, 不仅长寿老人自己深感痛苦和折磨, 就连长寿老人的子女也会跟着一起受罪。 这在无形当中, 自然就会影响到子女原本的家庭生活。 但即便如此, 作为我们的子女来讲的话, 我们也应该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老人长寿这件事情。 我们应该用一分为二的眼光去看他。 老人长寿在一定程度上来说, 他确实可以让我们子女的内心得到更多的牵挂和寄托, 这是毋庸置疑的。 但是老人长寿, 通常情况下就会因为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而让子女去伺候自己。 长此以往下去, 子女必然身心疲惫。 说白了,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, 关键是你最看重哪个方面。 好了,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,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,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志恒相约每天不见不散。 我们一起成长, 一起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